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大家來賓 那第一位是媒體人王瑞德 黃瑞德好 大家好 以及律師馬在前 馬律師 鄭大哥 大家好 眼科醫師 黃右交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思商心理師 吳佩穎 吳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親子節目的主持人 他這個別號叫錯別字 賴正凱 正凱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兒科醫師打小孩 這個禮拜六 很多人看到了兒科醫師的一個貼文 這是一位會在各大網路平臺上面寫 育兒文章 還出書的網紅的兒科醫師 他突然在他的粉磚上面承認他打小孩 洋洋灑灑 寫很多 然後這個網路上已經這個非常的爭議 討論非常多 那整個內容引起大家很大的重視 我先請教一下黃醫師 內容大概只要寫什麼 內容就是這個兒科醫師 他其實是一個有十二萬粉絲追蹤的一位 算是網紅醫師 那我覺得他最著名的 就是因為常常評論一些社會的事件 特別是虐兒事件 所以他曾經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一歲十個月大的幼兒 被虐 他那時候的發文 有一句是蠻讓大家好像覺得說 這個蠻敢說話的 他說他主張虐兒是唯一死刑 那這樣子的醫生 他最近在今年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是說標題就是我打了我的小孩 那實際上的內容就是說 他先用很長的篇幅講 他為什麼小孩子 有讓他打的理由 他的小孩子其實已經是國小的中高年級 然後總共有三位小孩 因為他在網路上的形象 就是一個單親三寶爸 小兒科醫師的這樣的形象 那他在網路上說出自己的小孩子的問題 是有三大點 第一個是生活習慣急差 急差的意思是說 好像如果出門上學的話 在單親的家庭出門上學 好像常常上學之後 冷氣跟房間的電燈會亮著 就連冰箱門打開 也會忘記關 不關就對了 然後吃餅乾嘛 小孩子常常會吃一些零食餅乾 會吃的就是滿地都是穴 海苔穴也不收拾 然後如果他這個身為這個爸爸的小兒科醫師 提醒的話 小孩子會反跟他講說 哪有我沒看到 然後裝作沒事 第一個就是各種的生活習慣的問題 第二個他說的是沒有自理能力 這個沒有自理能力是說 小孩子已經中高年級了 都要穿制服 那可是為什麼回家 自己的衣服隔天也是要穿 自己不會丟進洗衣機 需要爸爸夜診下班之後才處理 他的夜診是說 通常他如果有一個夜診 他會忙到十點以後 才會回到家裡 或者是說水果好像沒有給他切好 這些小孩子就不會吃 那乘個湯呢 乘湯的時候湯會溢出來 溢的整個桌面都是 如果沒有提醒 似乎這些小孩子 他的小孩不知道 什麼時間該洗澡 聯絡部也不會主動拿出來 鬧鐘不會用 遲到的理由是沒有人叫我 然後第三個讓他很不滿意 至於要下重手是 不了解自己的興趣 就是說好像都在家裡 閒閒的沒事做 如果說可以看一下 爸爸建議說 看一下自己的那個規劃 小孩子又好像是說做完了 接下來要幹什麼 這樣子他也覺得說 好像沒有一個目標的感覺 那所以他就決定說 這個小孩子 他的發文有一個很妙的是說 他先說出這個小孩子 有各種他不能接受的點之後 再告訴社會大眾說 他很痛心 小孩子會這樣 是因為他沒有教好 那他認為說 應該要講好的規矩 跟處罰要貫徹 對小孩子來說 記憶這些事情 就是零次跟無限次 如果底線 他自己的底線一直退的話 這些制度跟規則 就永遠建立不起來 所以他好像就奮發了 他開始要給這一堆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小孩 來開始建立紀律 然後他建立紀律的方式是比較嚴格的 他說他要讓他的小孩知道 他不是口頭上說一說 也不是玩一玩而已 而是在他們犯錯的當下 就要用比較明確的身體懲罰方式 來喚醒他們的神經警覺度 那怎麼樣喚醒神經警覺度呢 比如說打耳光 而且這個打耳光呢 其實後來就是被就是小孩子的生母 也去另外一個粉磚爆料 事實上是蠻嚴重的 不是只有打耳光三個字 是兩個小孩各自線去配 打了五十幾個 所以這個小孩子後來的那種 什麼臉都是非常偶像一大片很明顯的 但是在他的文章裡面 只有簡短的三個字打耳光 那不只是這樣子 還叫他們要用罰跪的方式 跪在地板上 然後他說他用自己的腳底板 推倒他們 而且還詳細的描述 描述怎麼樣推倒 先讓小孩子跪著 然後再把腳擺在孩子的軀幹上 再出力推倒 降低孩子的頭部高度 才不會摔倒 導致撞傷 試圖讓他們把這個痛絕 跟事件記憶做連結 然後才能知道什麼是該做的 什麼是不該做 然後他處罰的時候 還會要求他的小孩子 要親口把他們做錯的事情 說出來 確保他們知道說 自己為什麼被處罰 總而言之他的主張就是 他是很認真的 他要建立小孩子的這種痛絕 警覺度 是 但是他又說 這樣子的處罰完之後 他回到房間 在黑暗中哭泣 他想說為什麼他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他也不想做 到底什麼時候他才可以遠離 這樣子的黑暗的面具 但是這樣子的文章之後 對 過了三天 他又覺得小孩子不行了 他又還是要來處罰 然後處罰完之後 他又再陷入這樣的輪迴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不過他這個網路文章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下面的一些文章 就是推文留言 因為粉專大部分都是他支持他的 才會去看他的粉專 大家的普遍一面倒的留言 是真的是太辛苦了 這個小孩子教養 就是小孩子真的很頑劣 就是要打 小孩子不打不成器 類似這樣子留言 竟然是佔了他的粉專的絕大多數 所幸是後來這個小孩子 就是他的兩個被打的小孩子 各打了五十個巴掌的小孩子 因為要去安親班 到了安親班之後 由安親班的老師通報給小孩子的生母 因為這個是一個 他的一個離婚的家庭 這個生母已經跟他離婚 小兒科醫師爸爸顯然是好像有三個 小孩子的監護權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生母 那這個安親班的老師發現這樣的狀況 之後就趕緊聯絡生母 那生母就趕緊聯絡這個113 然後聯絡警察 然後也有到警察局去就是備案 這個家暴這個事件 所以後來才疲倦 那聽說他們是他是打完小孩 叫他們睡 睡了以後再叫起來再打 對 就是他很特別的是 因為大家說本來他的文章裡面 只有寫打巴掌 大家可能就想說 就打一下輕輕的 我們會想像成這樣 可是沒想到事實上是各打了五十幾個巴掌 所以開始有人給他質疑說 為什麼事情會需要打到五十幾個巴掌 那這個小兒科醫師的說法是 因為給他們就是好像 念他們犯錯的事情的時候 小孩子的眼神表現出不屑 避逆 那小孩子的媽媽 他們後來才透過其他的粉專網紅的解釋說 並不是一個避逆或者是不在乎 而是真的是因為從睡覺中被叫醒來 那就是很想睡 那個眼神就是不太好 那黃醫師那為什麼這些網友會幫這個醫師加油 我覺得照理說應該會一面倒的踏罰他吧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追粉專是看 就是說大家為什麼追粉專是有需求性 比如說像我自己的粉專的需求性 就是說通常都是比較懈懦的 不敢發言的 然後別人來會欺負他 然後他不知道說什麼的人 那這樣子的人就很可能會追蹤我的粉專 因為我大概兩句話 就把別人打發了 那所以我講這個意思是什麼 所以什麼樣子的人會去追一個 主宿單親 小兒科醫師 然後三寶爸 主要應該都是家裡有小孩 然後希望更專業的 用專業的知識 去照顧小孩子的族群 所以第一個是說為什麼完全去贊同 是因為是一種網紅文化的影響 就是說已經信奉了這麼久了 大概每一篇文章 他都信奉了 比較難以去做一些思考 然後第二個是說 其實這些家長為什麼去看 像我就沒追他的粉專 我自己顧得好好的 我自己覺得OK的就好了 顯然都是有相當挫折 或者是想要更進 就學到更好辦法的 對 所以才會去就是說 你這個做法是對的 其實他們內心搞不好也很想打小孩 只是不敢打 或者是不能打 結果竟然有一個小兒科醫生 號稱權威的出來打給你們看 那大家就給他拍手了 是 後來他有再婚嗎 其實有 對 就是他們的離婚原因比較這個錯綜複雜 那總而言之就是 其實他還有個繼母在 這小孩 對 就是你看到會覺得很 以我自己也身為醫生的話 我會看得懂這個小兒科醫生在說什麼 就是他在住院醫師時代的時候 應該就已經結婚了 然後結婚之後 他要在醫院受訓 那醫院受訓是一個月六班或十班 這樣子的值班 然後小孩子一個 接著一個生 所以他太太的過的生活是 老公美其名是醫生 大家羨慕的醫生娘 可是其實老公在醫院上班 回家之後只想要睡覺 而且認為理所當然 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這個 前醫生娘老婆在做的 然後而且是第一個小孩 第二個小孩 第三個小孩 那這個男醫師 那個時候因為醫院的工作 也是壓力 回到家看到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在很小的時候 一定很吵 然後家裡很亂 然後他還會跟他的那個前妻說 在家裡整天都在家裡 讓你整天在家裡 你為什麼都沒有收拾還這麼亂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他的前妻會爆炸 然後就會 就也是會大哭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看到我身為過來人 我是覺得他們就是沒有度過 那個時期 然後就離婚了 然後離婚之後 其實男醫師的這個身價 當然就是也不錯 後來有很多的認識的交往的機會 所以後來其實是再婚 有一個繼母 據說也是兒童醫療相關者 那我請教一下吳醫師 你怎麼看到這個兒科醫師 我其實在看 因為我也在思考說 他為什麼會就是有這樣家暴的行為 那大部分情況 我們在討論那個家暴的父母親 他們的人格特質或心理狀態 我其實看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蠻明確的 那個東西叫挫折攻擊 假說 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看到孩子 你看剛剛那個黃醫師講的 生活習慣差 自己能力弱 然後或者是沒有什麼嗜好跟興趣 他其實看到自己孩子 這樣子的行為的時候 他其實很挫折 好像這個孩子在他的手裡 沒有被 沒有被帶好 沒有被照顧好 沒有被教好的這樣的狀態 所以他的挫折感 其實會導致他有這種很大的憤怒 跟攻擊的行為 是 我們說其實高知識分子 其實他自己的挫折管理 都不會到太好 因為為什麼呢 高知識分子能力很好 他基本上想做什麼 他只要努力認真 他都可以做到 所以大部分情況 他們承受挫折的壓力 能力都變得比較弱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說 什麼第一志願的孩子 可能考不好 他受不了就跳樓了 其實有時候 我們再說的是背後 是他挫折的管理能力很差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可是第二個我們再說 會到家暴的狀況 另外一個層次 我們還是會說 他的自我中心的狀態 其實是強的 也就是說他說的什麼都是對的 包含剛剛黃醫師也講到了 他對於他前妻在家裡照顧 他其實就是很不高興嘛 重要的前妻 可是前妻其實給他的反應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非常非常明確的崩潰狀態 那個崩潰是他很難過 他很痛苦 然後他大哭 但是這一個做先生 做丈夫的人 其實是沒有辦法去體恤 他太太一個人一打三的這種痛苦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體會別人的感受 然後第二個你看這個孩子輾轉 輾轉的整個我們說照顧者的轉換 原本是前妻一打三在照顧 後來離婚了之後 聽起來好像是這個醫師 醫師的爸媽 阿公阿媽在照顧 然後後來又轉到了這個醫師 他自己在照顧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照顧者轉成這樣子 那代表是什麼 他轉了三個家 對不對 他現在轉到第三個家 第三個家 後來是阿公阿嬤 現在我這個兒科醫師爸爸 對 就換成爸爸 那是代表的是這三個家的家庭的規則 基本上都很不一樣 那他到底能不能理解孩子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 他的心理的狀態是什麼 他經歷了些什麼 為什麼他很難聽爸爸的話 或很難有自己的自理能力的這些習慣 就到底背後原因是什麼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體會的 嚴重 自己的孩子 嘴巴線五十幾個 我們如果是要求線 這兩個不得了了吧 打五十幾下 而且是男人 我打的力量跟男生打的力量 其實是不一樣 大家不能忽視 先休息一下